上班时间却被职集坐在位置上呼呼大睡 夸张行径让同事看傻眼 一开始移民署正峰室友调查 只是经口头告诫 最后有调职 现在又被发现他竟然又调回类似职务 移民署新竹县服务站黄信前主任 过去就不断曾遭人计检举函 内容包含有下属邀请生理假 却遭到刁难 甚至还禁止用补收出国旅游 非上班时间也不断联系同事 没有回应就指责类似状况不断传出 一开始正峰室更没处理 等到了内阁改组 才把人调到中区事务大队支援 结果事隔半年黄信主任却被发现 又改派到云林站担任主任 监察院就认为这人事调度相当有问题 这让我们的心理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如果您是一位努力的长官 有在做事很努力做事 你来刁难我们 我没有意见 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你常常在打瞌睡 当初已经有不少职员出面控诉 该民主任不适任的情况 偏偏移民署似乎没有好好处理 大事化小 现在监察院提出纠正 对此民民署竟强调尊重监察院的调查报告 但目前还在内部处理中不便对外说明 TVBS新闻 这是明星轮新竹采访报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